屏東可可跨欲推广所在年前热闹开幕后 吸引大批人潮进驻游玩 廉价期间更是人潮满满 民众纷纷来体验着巧克力王国及产业魅力 而屏東县政府客户处除了梅河可可小农及产业资源进驻 近期也结合农在商品的结合与推广 希望营造平台成为客装产业资讯站 未来也能成为专属屏東品牌的半首领基地 那最主要借由那边一个资讯站 让大家看到整个屏東可可产业 它的一个缩影之外 可以有延伸那边有所有的资讯 可以让大家去共同参与 当然所谓资讯的系统部分 包括在电商的部分 我们连接了相关的银行 也做了它的APP各方面的一个开发跟它的设置 在可可跨欲推广所 除了可以了解从产地到餐桌到商品等可可资讯 更集结了屏东的平原好物 将农在商品结合可可做贩售 另外也搭配焦旅处的延伸公路油城 做整体规划 它在平原好物的部分 我们最主要是以可可 不需要冷冻冷藏的这些物品 还有的商品之外 还有我们的农业在地小农 我们从以前到县 包括在替护无味 还有职人餐桌的这些商品 都会在那边做的贩售 我想所有的资讯 包括还有提供就是 我们怎么去来到屏东 要来体验我们的房地去土吧 有产地到餐桌 在一二三级产业的里面的 有成规划都有 可可跨越推广所 涵盖可可相关吃喝玩乐 从学习体验采满应有尽有 未来将搭配油城 提供亲子共有的绝佳平台 打造屏东客庄的魅力景点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